復活节 復活节 大家知不知道 復活节是纪念谁的呢? 以下就是耶稣復活的故事 耶稣生于百里行城的一个马房 他睡在马槽里面 耶稣的爸爸是一个木匠 耶稣漸漸长大 在从他的爸爸身上 学会很多知识 当耶稣长大成人 他就对很多人说道 他告诉人们上帝如何爱世人 耶稣教人如何去爱上帝 教人如何去过有意义的生活 所以耶稣是一位好老师 耶稣也是一位好医生 有一天 耶稣看到一个女孩子死了 小女孩的父母很伤心 耶稣为了要让这对父母知道神的爱 所以他医好这个女孩子 令他复活起来行走 耶稣是常常都关心着人们的 耶稣很爱小孩子 小孩子也都很爱耶稣 在一个很大的节日里面 耶稣骑着奴子进入耶路撒冷城 人们都很尊重耶稣 人们都很尊重耶稣 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令到有些人害怕耶稣会做皇帝 因此就想尽办法要害死耶稣 有一天晚上 他们捉了耶稣 他们捉了耶稣 在第二天就把耶稣钉起十字架上 人们看见耶稣死起十字架上 耶稣的母亲和门徒、朋友都很哀伤 他们看着耶稣受苦 而无法救耶稣 只能够站在远处看着耶稣 耶稣死后第三天 很多妇女走到坟墓找耶稣 他们带着雨香 想帮耶稣清洁身体 但是他们看到封着坟墓的大石滚开了 他们感到很奇怪 就在这个时候 有帮主的使者 站在妇女面前说 耶稣不在这里 主耶稣已復活了 妇女们听了很高兴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耶稣的母亲和门徒之 从那时开始 人们都很快乐 紀念耶稣的復活 耶稣仍然在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帮助我们 生病时候医治我们 并教导我们要爱上帝、爱别人 所以我们在復活节都会去教堂 唱着快乐的復活节歌曲 高声唱 主耶稣已復活 主耶稣已復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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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